我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狂飆中的高企強 在現實中是有原型人物的 他叫劉翰 早年是黑社會頭目當地有名的富豪 還是著名的企業家 坐擁百億資產 劉翰一家五口他是老三 和他一起混的老五劉維 是讓當地人文風尚膽的存在 也是公安通緝的重大殺人犯 說起他的發家子也是細思極恐 上世紀90年代 他開了家遊戲廳招募了一堆小弟 從此開始了他的黑社會生涯 之後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了一筆貸款 通過市場空缺在鋼材市場一戰成名 獲得了人生中的一筒金 也為見哥哥賺錢這麼容易 於是兩人同流合污 配合的也是相當默契 一位有勇無謀打打沙沙 樹立江湖地位 另一位不择手段 構建商業帝國 很快便成立了漢龍集團 不僅如此 劉翰還積極開發旅遊業和高速路工廠 因為黑二勢力 就是專著社會系統漏洞和缺陷成長起來的 只要有縫隙他就能成長 而劇中的高企強 為了得到滿村的度假村項目 對著村民敲山正虎 光天化日之下 直指同謀將工人推下絞手架 而現實中劉翰為了拿到度假村項目 因為拆遷補償問題 與村民發生激烈衝突 為了平視 劉翰只是手下將村民活活捅死 漢龍集團勢力越來越大 只要劉翰出面就沒有得不到的項目 不過上二到頭中有報 劉翰留為兩兄弟最終宿罪並拔 初一死刑 提醒一句 狂飆是一部少黑劇 而不是立志劇 讓張宋文來飾演高企強 絕對是導演最錯誤的決定 劉翰有天 敢放我們的心 你就拔他了屁 在狂飆中 他僅用了三個眼神 就從一個普通的農民工 轉變成了黑幫大佬 甚至有不少粉絲呼籲有關部門 查查張宋文 因為他在劇中的表現太嚇人了 根本不像飾演的 很難不懷疑他沒有點副業 但其實張宋文是科班出身 並且以專業第一的成績畢業 但因為外表不是那麼出眾 導致被很多導演否定 即使這樣張宋文對演戲依舊十分執著 每次去到一個劇組 他都會認真觀察每一場表演 以至於他在狂飆中 才能將殺人該有的細節 描述的那麼通透 也正是這種對細節的把控 才能讓觀眾在看完後都直呼本色出演 當喜劇演員飾演黑幫大哥 會產生什麼化學反應 在狂飆中 假冰飾演的黑老大 藝術場我差點沒繃住 但這是一部反腐劇 導演請喜劇演員的這個嘗試 可謂是非常大膽的 但假冰在之後的表現 讓觀眾直呼這反差感實在太大了 每次出場都氣勢滿滿令人膽寒 而導演讓喜劇演員也反派 其實是參考了 掃黑風暴裡周小鷗這個角色 當導演有這個想法時 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小平演員假冰 希望他能用喜劇元素 來中化徐江的兇狠 降低觀眾的恐懼感 而假冰也沒讓導演失望 劇中的他滿臉橫肉搭配花哨的西裝 瞬間就立住了社會大哥的形象 就連台詞都是那麼霸道 為了嘗試更多的可能性 他甚至讓假冰自由發揮 於是這個黑幫大佬身上又多了一次搞笑 尤其是這段直接造就了冥場面 燕輝剛下去大哥瞬間被打懵 但還是強壯鎮定當作無事發生 等兩人分別後又換作另一副面孔 這也讓我知道了原來大哥再怎麼痛 面子也要放在第一位